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亲戚社会 很多人都会再有钱的时候就变坏 接下来这篇文章真是真人真事 就发生在我一个好朋友的身上 我朋友名叫小雪 他老公叫杨阳 小雪和杨阳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小雪和杨阳相亲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而且小雪觉得他为人老实 对人也非常的好 很热情 并且对小雪也是很好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交往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小雪能感觉到杨阳是真心对他的 并且他也非常孝顺小雪的父母 所以小雪自然而然的就和他在一起了 于是两个人就在双方父母的办理下 把他们两个人的婚礼给办了 婚后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的好 杨阳始终像当初一样对待小雪 不畏不自的照顾 每次我们出来玩的时候 小雪都会带着她的老公一起出来 杨阳在外面总是会照顾小雪的面子 不管小雪让他去做什么事情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 而且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地在给小雪夹菜 并且还让小雪多吃一点 这让我们都非常羡慕 都说小雪她找到了一个好男人 这样她后半辈子也就过得无忧无虑了 我们也都放心了 因为小雪她本身就是一个脾气软弱的女孩子 总是在遇到自己感情的时候不敢去面对 这下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我们作为朋友的都非常替她感到高兴 当他们两个婚后不久 小雪就怀孕了 于是让杨阳感觉到特别的开心 自己终于可以当上爸爸了 于是在小雪十个月怀胎的时候 杨阳总是会为小雪做很多好吃的 时间过得非常快 转眼间十个月过去了 小雪生下了一个男孩 全家人都非常开心 小雪以为有了这个孩子的到来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可惜令小雪失望的是 自打有了这个孩子之后 杨阳每天都会对她特别的冷淡 当小雪在坐月子的时候 杨阳也不会去关心她 随后到小雪出月子的时候 就安心待在家里面照顾孩子 照顾杨阳的衣食住行 可是不管小雪怎么做 杨阳始终对她都变得很冷淡 这让小雪感觉到杨阳对她已经变心了 杨阳每天下巴回到家的时候 要么就是倒头睡觉 要么就是坐在那里不停的玩手机 有的时候竟然和别的异性聊天 他们之间有说有笑的 小雪觉得自己的婚姻已经走向了失败的尽头 渐渐的我们发现杨阳竟在外面有了小三 刚开始她和小三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租了一间房子 并且不久之后 杨阳就搬去和小三居住在了一起 但是他们两个人并没有领结婚证 杨阳也没有提出和小雪离婚 于是小雪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己坚持把这段婚姻维持下去 可是好景不长 杨阳最后在外面被那个小三骗得全身的积蓄都花光了 那个小三竟然又背叛了杨阳 找了别的男人 于是杨阳觉得自己看错了人 于是就想到回到家里去投遍自己的妻子 刚开始她来到家的时候 还会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毕竟做错事在先 觉得对不起小雪 可是小雪就像没发生一样 知道杨阳感觉到自己真的有愧疚 可是小雪一心想着的 只要她能够回来 这个家就算完整了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 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 情人她一心只是想在你身上 得到她要的东西 而老婆不管到什么时候 心里想着的都是你 不管你今后遇到什么困难 她都不会离开你 所以男人们 不要再被外面那些水心羊花的女人骗了 珍惜眼前人